女人被打扮成兔女郎抛尸野外 但她的灵魂却飘荡在人间 因此她立马来到警局 想找到杀害自己的凶手 可看到勒死她的绳子后 她就彻底愣住了 因为这和闺蜜家的绳子一模一样 意识到闺蜜就是杀害自己的凶手 她直接闪现到闺蜜家质问 但无论她怎么咆哮 闺蜜都听不到 气愤的她直接沉闺蜜的咖啡 杯子破碎的声音 很快就吸引起来闺蜜弟弟的注意 她走过来说 让她不要打扰自己打游戏 但闺蜜却说 玩游戏就要杀人吗 这句话好像瞬间惊醒了蔡花 于是她二话不说 跟着闺蜜弟弟走进了房间 她发现闺蜜弟弟是个十足的宅男 并且还在玩一款兔子女郎的游戏 并且还在网络上发言说 自己会做一个真人兔子女郎 种种线索都证明了 闺蜜弟弟就是杀人凶手 故事的最后 蔡花把种种线索打包 全部交给了警方 她相信警方一定会帮她查明真相 而她也终于放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其实玩游戏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把游戏内的内容带入到现实 闺蜜弟弟发现 蔡花复和兔女郎的形象 狠心对她下了杀手 而闺蜜美名其约保护弟弟 没有交代出实情 但这又何尝不是纵容犯罪呢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在和任何人的相处中 都要保有警惕心 千万不要知错不改 那样只会一错再错 有时候你爱孩子才会铸成大错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